日費去上這個課程 然後去看說 到底這些國際機構他們去談綠色經濟 是怎麼樣有個比較系統性的 去談這方面 談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這個證書之後以後 就可以跟郭文文講說 我是有證書的喔 你剛剛談綠色經濟的話我是有證書的 好那就回到綠色經濟的發展脈絡 綠色經濟發展脈絡 我們剛剛提到的詩說 它的最 因為基本原油就是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當基金遇到環保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有這樣的 論述出現 就像是說我們在談說 環保這些環境會造成 民造很痛苦啊